人家于途有女朋友 前两天我都看着了 女朋友给她打语音电话 她撒娇嘛 让她买早点 她每天早上都在食堂吃啊 你不会在我们所那边刷的吧 东方气象台发布了天气预报 预计啊 晚些时候啊 会有炸天天气 来 来 走啊 起早去 起早不等我 什么人你们 走走走走 我这还第一次看见杀尘暴 那个 回头不是还要做那杀枪实验吗 不如就用这次杀尘暴 在自然地方 条件下次我实验了 条件可量化 结果可分析 措施可重复 这也要我说啊 这我能不懂吗 你的硬帽感呢 别平了 快洗饭 后面还有同学等谁呢 五分钟结束战斗 一会儿打牌吧 我跟于途一组 要要脸啊 于途跟我一个屋了 还跟我一般无耻呢 我一带来的零食 残辈你们的赢索 不能让我赢掉 我今天一带我 就别带于途了 一天下来老头累死了 打个牌还算了算句 没有游乐精神 但是我说你们这些人 怎么能这样 就是因为人家 愚公平衡裁击 你们就打压人家裁击人呢 一共一百零八张牌还要算 你们这是在人身攻击啊 不过今天我不打了 赢的零食 都被我们周公 拿去给女同事了 我不想再给她打工了 不卖我 在你抱着所有的零食 去串门 连个苹果 都不留给我的时候 就注定了今天的结局 我那不是看您弄女朋友 怕叫你去影响不好吗 杜公啊 这你可别瞎说啊 我们于途虽然一表人才 但是跟我一样 都是单身狗 有个屁的女朋友 你得了吧 我跟你说 就你是单身狗 人家于途啊 有女朋友 前两天我都看着了 女朋友给她打语音电话 她撒娇嘛 让她买糕点 买糕点啊 不会吧 她每天早上都在食堂吃啊 你不会在我们锁里边 找着的吧 你不会真在 锁里找着一个内容啊 我来洗 后面还有人呢 你 你 你 没了 我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